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蜜虫观影 今天我们来讲一部朝鲜间谍来到南韩 伪装成傻子的故事,隐秘而伟大 东九是一名隶属北朝鲜绝密5446部队的精英士兵长 在一个选业,他被派往韩国执行潜伏卧底任务 两年后,一个沙地公园里 东九再被两个小孩欺负 小孩朝他丢狮子并喊着傻子 东九也顺势装疯卖傻 原来这就是他来到韩国的间谍任务 装成一个傻瓜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在村里,大家都叫他东九 东九在超市里打零工 作为回报,超市阿婆为他腾出了二楼的杂物间 并提供食宿 东九给自己制定了一套潜伏行动纲理 包括每天脚伤都要让自己跨着鼻涕 一天三次以上在重目睽围之下从楼梯摔下来 同时作为卧底 还要对这个村子里的每个人的信息都了如指掌 女士姐妹俩,穿着暴露蓝小姐,还有游帝大叔 这些人都是东九身边经常出现的村民 其中不同的是 游帝大叔的身份也和东九一样 是从北朝鲜派来间谍 游帝大叔已经在这里待了16年 私下无人的时候 来让我坐在一起 交流着卧底的心得 这天游帝大叔满心欢喜地告诉东九 自己当上了女子偶像粉丝团的干部 让着东九对女团一窍不通的样子 大叔劝他该好好享受在韩国的生活了 这些话却引来了东九的历生何止 他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 到了晚上 天空下起来大雨 东九又开始装风卖傻 完成随地大便的潜伏行动纲领 这次他的目标是 雨夜归来的母亲和两个孩子 东九冲到他们面前 语众漫里表演 傻里傻气地 当着几个人的面脱下裤子方便 还向几人挥手示意 没想到这番行为 被对他颇有好感的小影看到 东九备受打击 一屁股坐在边边上 东九的青春就在这个雨夜结束了 超市阿婆的儿子 斗石回来了 看着被小影打趴下东九 他执意要教他几招格斗招式 但这些对东九来说驾轻就熟 不过作为傻子间谍 东九是不会暴露的 他只有在幻想中过一把瘾 斗石是警察 这天东九和他一起给蓝小姐送货时 从包租公口中得知 村子里来了一个信金 染着黄毛的陌生族客 夜里神秘族客主动找上东九 蓝一见面就大打出手 显然作为绝密部队第一人的东九 更胜一筹 原来神秘族客是绝密部队里的李族长 东九询问李族长的任务 对方对此讳莫如深 他只说自己竟要去实现历史 让东九对李族长的任务更加好奇 他偷偷跟踪李族长 结果东九发现 原来李族长是去参加摇滚歌手面试 几乎没有音乐技能的李族长被淘汰了 他告诉东九 绑给他的任务是来韩国伪装成摇滚歌手 李族长信誓旦旦地表示 一定要让韩国少年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摇滚 东九一脸鄙视 笑得前眼后合 傻得东九不小心滑下滑梯 兔子掉落在地 这天半夜村里经常欺负东九一个小孩走失了 全村都在帮着找人 小孩弟弟找到东九 拿出兄弟俩最爱吃的火腿肠 请求他的帮助 东九不忍拒绝 用自己专业的侦察知识一路飞檐走壁 掌握了哥哥的去向 原来哥哥正在村里的朴叔叔家 朴叔叔喜欢兄弟俩的母亲 各地讨好哥哥 东九正回味着八卦消息 却被村民发现 他连忙逃跑 为防只被人认出 进行了一番伪装 被大家认为是拐骗小孩的变态 东九急忙翻墙逃脱 同时哥哥也从朴叔叔家出来了 村民们已经顺势认为 是朴叔从变态手里救下的孩子 这一天 游帝大叔来告诉东九 打让他终止任务 马上回国 东九听完有些错愕 但还是对他表示了恭喜 可游帝大叔却反过来问他借枪 他的家人想从祖国逃完过来的时候 被发现了 他为了取得党的原谅 想要刺杀几个南安的高官之后再刺杀 以自己的牺牲换取家人能够活下来 东九则劝游帝大叔 听从命令 回到家乡接受党的处罚 或许更能够得到宽恕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5446部队一名带着鸭石帽的少年 用举气枪杀死了几位韩国的高官 这次刺杀行动 让韩国的政府对东九所在的 5446绝密部队产生了高度警觉 立刻成立了专案组 想要揪出这些朝鲜间谍 每天晚上 东九都会给远在家乡的妈妈写信 表达对她的思念 这风气不出的信 都藏在房间的地台下面 层层叠叠的已经非常多了 灯光突然暗下 一把枪抵中了东九的后脑上 这正是白天暗杀韩国高官的那位 东九一点都不惧怕 但却不愿意牵连超市阿婆 这让对方对她的忠心产生了怀疑 少年离开后 东九紧随其后追了上去 半路上却遇到了喝醉蓝小姐 接着酒进 蓝小姐也和东九销还秘密 她说出了自己18岁时生过一个孩子 但还在被领养到了国外 自己非常思念她 等到东九了 但东九却不能说出 自己是朝鲜见你的秘密 把蓝小姐送回家之后 东九把党派人前来 挣扎自己的事情 告诉了李组长 李组长蛮不在乎的说 党本来就不信任我们 我们只是鲑鱼 所谓鲑鱼 就是在外面完成任务 然后风风光光回到家乡产卵 而产完卵之后还是要死去 东九却依旧平静的说 她有死的觉悟 只要党能照顾好自己的母亲 再次和举妻少年碰面 东九记得她的名字 海震 是自己曾经的组员 海震对于东九记得自己非常开心 随后海震一来到村里 她的卧底身份是一名高中生 5446秘密部队的存在是极其隐秘的 但是随着北朝鲜高官的叛逃 这个秘密也被公之于众 由于5446部队是上一任领导人 用于两国探听情报 渗递敌方的间谍部队 而新的领导人主张和平 这让5446部队成为政治外交中的烫手山芸 东九街角海震在村子里当好卧底作为幌子 帮助隐士姐姐教训了骚扰她的上司 又带她一起去收拾欺负超市阿婆的恶霸 还遇上了同样来替妈妈报仇的斗石 教训完之后 鼻青脸肿的斗石和东九坐在了公园的秋千上 斗石承诺了东九 如果将来家里就剩下东九一个人 她也会照顾东九 这天全村人在包租公的院子里去餐 他们一起喝酒 一起拍照 一起唱歌 场面快乐又温馨 在东九的内心独白里 她对这个村子的感情越来越深 也越来越留恋了 她开始害怕自己的心会改变 五四四六部队的曝光 让队长倍感压烈 基于新的领导人主张和平 当决定要彻底抹杀这个部队的存在 五四四六部队的经教官主动申请 为了防止产生判斗 自己要亲自去除此 那些她培养出来战事 没多久 东九终于收到了组织来任务 但任务内容居然是让所有间谍自杀 她并不想执行任务 这引来了海震的不满 她接受不了自己最崇尽的组长成为叛徒 但是海震面对死亡的命令也感到恐惧 然而爆发了一番争执后 东九安慰她别害怕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所以韩国政府发现越来越多 来自北朝鲜的间谍尸体 并在尸体上发现定位器 韩国部队的徐队长意识到 北朝鲜准备杀死全部间谍 她不忍心看到再有人死去 决定劝说这些间谍投降活下去 而东九随后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信里面说她接到大任务 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了 她就能创造历史 也就能回到北韩和妈妈一起生活 没多久徐队长找到东九谈判 想要东九抛弃自己的祖国 东九拒绝了 徐队长之后强行抓捕她 这时海震出现 两方火拼的时候 尸体大叔突然出现拦住了东九 而海震则被徐队长抓获 并取出了他身上的定位器 徐队长告诉海震 你的身体内被植入的芯片 如果不遵守任务自杀的话 也会被找来的杀手处决 而另一边的尤体大叔告诉东九 自己从回向的路上逃了出来 已经坐实了叛国的身份了 他请求东九的帮助 事情发展到此 东九的命运处在了 背叛和死亡的一线之间 他没有选择背叛祖国 但他也不想死 他有牵挂的事 想要当面问问自己背后的党组织 临行前 超时阿婆拿出了 当时捡到东九时 他的西装 也为他准备了存折 虽然尽量表现得满不在乎 但阿婆颤抖的 打不开电视机的手 暴露出他不平静的内心 不再装傻冲动了他 对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村民 说出了最后的嘱咐 离开时 他发现自己对于这个村子 实在是太熟悉了 真正要离开的时候 居然那么不舍 东九和李组长 从徐队长那里 得知了芯片的事 还知道了金教官 也来到韩国 东九正想找金教官谈一谈 他决定找一个地方待着 让金教官找到 眼见金教官来了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徐队长决定违抗上级的命令 要抢在金教官前 把李组长和东九抓回来 不能让他们被处死 还真请留带他一起去 他要保护组长 不能让北边来的人杀了他 跟着芯片 金教官找到东九 东九并不怕死 只是在死之前 他需要知道 如果自己执行了死亡任务后 在北朝鲜的妈妈 是否会活下去 但金教官一行人 并不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不断重申着 要东九执行最后的任务 东九含着泪 他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还不能死 他开始躲避金教官的追杀 在关键时刻 他被开车而来的李组长救走 然而驱车到了一栋废弃的大楼 游递大叔就藏在那里 同时叛逃者 东九和李组长 对游递大叔保持着绝对的信任 还没想到 游递大叔在这个时候 撕破了伪装 他竟然是北朝鲜 另一个胜利的老大 在前领导人时期 他是第一个反对 建立544个部队的人 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试图证明 这一批国家秘密偏向的战士 总有一天会成为叛徒 现在游递大叔 终于见证了自己的观点 他也能够名正言顺的 处决他们了 顿时 一群杀手涌了出来 可惜 东九和李组长计告一筹 将杀手们全部料到之后 东九产生了一丝愧疚之情 毕竟他想要回到家乡 还想见到母亲 或许母亲还有机会 受到党的照顾 听到这句话 游递大叔叫他一声东九 并说他真是个傻孩子 原来他们通过 5446部队选拔之后 家人就都被抓进了收容所 东九的母亲早已被处死 这个残忍的真相 急迫他内心的防线 东九经不住浑身颤抖起来 失神地跪在了地上 而李组长其实早已知道了 事情的真相 他也并不是来当卧底的 而是逃到了这里 趁着东九失去了战斗力 游递大叔有一次命令手下发起攻击 但是紧剩的大块头杀手 却一直无法对李组长下手 原来在李组长叛逃那天 他把大块头的全家人 都从收容所放出来了 大块头犹豫间 金教官的人马也到来 在大块头帮助下 李组长拖着已经变成 行尸走肉的东九逃往了天台 徐队长带着海震也匆匆赶来 海震从车里逃了出来 把废弃楼上金教官的狙击手都干掉了 虚弱的海震通过对讲机 让徐队长追究下东九 在天台上 大块头对李组长表达了感谢 并求求他一定要活下来 但李组长愿意把活着的希望 让给东九 此时他收到了面试通过信息 他哑然示向 明明已经放弃却成功了 这时一只沉默不约的东九 抬起头 看着李组长 他攥起了拳头 火下去的一只在眼里熊熊人烧 两方人马齐聚在天台 在解决掉金教官的手下之后 东九最后一次质问金教官 照顾自己的母亲就那么难吧 金教官就回答 母亲和祖国哪个重要 东九终于死心 蓝恩颤抖起来 此时韩国政府的防暴部队也赶到天台 他们依旧选择静观其变 东九不敌金教官 要被处死的时候 防暴部队里发出了两声枪响 原来是海震 他混在防暴部队里 被国家与绝对忠诚的金教官 回过头看着海震 他还是不理解 究竟是什么 让他培养的士兵变成这样 海震只是回答他 他只不过是想追随着组长的脚步 组长是他的梦想 也是他的恩人 失望的金教官从口袋里拿出了炸弹 这是他最后的选择 欲试俱分 他不允许这些曾经让他骄傲的士兵 成为革齿的判斗 这时李组长扑向了他 连同那颗炸弹一起追下来楼 炸弹在半空中炸开了 金教官死后 一直尽管欺骗的韩国政府终于有所行动 下令让防暴部队 靠近天台上紧剩了两人 这一举动刺激了海震 他举起枪跟防暴部队对峙着 徐队长也赶了上来 到最后一刻 他还在不停地劝说着两人投降 往下去 这遭到海震的强烈拒绝 此时他在乎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 而是想豁出性命 让城外的族场从这里逃出去 自由地活下去 受伤的冬九 突然看到了西装口袋里 超市阿婆给他的存折 他打开 里面满满的都是阿婆为他存的钱 而打款的姓名 从冬九慢慢变成我们冬九 再到我的二儿子 最后变成儿子娶媳妇的钱 随着称呼越来越亲切 金额也越来越多 原来公门的超市阿婆 把省他的钱全都留给了冬九 原来在阿婆心里 他早已把冬九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 并且默默地承担下了 照顾冬九一辈子的责任 终于冬九在雨中失声痛哭 他说他想回去 冬九的心里 他想回去的地方不在这北朝鲜 而是那个村子里 紧张的海震开了枪 结果被对面的防暴波队扫射 身中树袋 这时冬九扑过来 抱住了这个怀揣不安 但忠心追随自己的孩子 挡在他的面前 然后两人一起摔下大楼 一切又恢复平静 这时冬九 李组长和海震三人的对话声响起 画面回到了一个普通的下午 三人聚集在天台 海震问冬九如有来世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 冬九回答 出生在平凡的国家 平凡的家庭就够了 海震说 那他就出生在平凡的人家的边上就行了 李组长玩世不恭地说 要变成美女 这个普通的午后 天台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但这种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这段回忆来自从高楼上坠下 还有一夕上层的冬九脑中 回忆着画面 他露出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后 合上了眼 又是一个大雪天 想起了阿婆的独白 他听别人说 冬九其实是来自朝鲜的 很可怕的间谍杀手 但他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心里的冬九 永远都穿着一身绿色运动服 毛总又笨拙地做着各种事 带着傻气地笑 存在村里的各个角落 超市阿婆 把他们一家的合照挂在一个墙上 在照片上面写着 如果你还活着 就给个尽吧 这天 阿婆又来清理照片上的血 却无意中发现了 照片的背后有人写下一行字 妈妈不要生病 这句话正是当年冬九离开家时 最后对他的嘱咐 超市阿婆瞬间红了眼 阿东张希望了一番 想着 难道是他的冬九回来了 再之后 这张全家福被换成了那天 大家在一起的聚餐合影 而照片是这三个命运悲惨的人 曾经最温馨美好的时刻 本片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哦 拜拜